食安又出包了 在台中百貨美食街的泰式餐廳 竟然出現老鼠 那當時是有民眾到餐廳裡面用餐 沒想到呢 竟然在餐廳的地板角落發現一隻老鼠 民眾真的覺得相當的誇張 立刻拍下畫面向餐廳來反映 對此食安處接貨民眾投訴之後 也將派人到店家裡面來稽查 但如果查貨不合格的項目 也會要求業者來限期改善 副查如果還是不合格 依法會來儲六萬元以上兩億元以下的發環